今天要帶大家去逛永和的洛華夜市 然後我現在走在路上講話超尷尬的 然後就是 想要推薦大家一些我平常吃的東西 然後可能不然就是推薦完 但是就僅兩分多天一點來拍 不行的話我就還是會來給大家看一分吃 這一家豆花店很好吃 叫羅家豆花店 然後星期一沒有開喔 來這裡的話一定要吃這一家滷味 然後今天旁邊的一個麻油雞沒有開 這家西瓜雞很好喝 沒有都是糖水啦 但是就還是很好喝 我喜歡喝糖水 然後這家鹽酥雞很好吃 叫永和鹽酥雞 好多東西 我現在超像瘋子 今天 這家蚵仔街沒有開 也很好吃 也很好吃 但是我不吃蚵仔 所以我都吃瞎人間 這家的花生捲冰淇淋好吃 一定要加香菜 對 夠夠 還有這家炸雞 很皮很厚 但很脆 還不錯 還有這家牛排 就是平價牛排還不錯 然後 地瓜球還有可麗餅都很不錯 這家常常要排隊 喔唷 來了 我今天要吃烤雞 這一家烤雞超好吃 將 他就要吃烤雞 交給他吃烤雞 今天要吃烤雞 只好吃烤雞 他就要吃烤雞 還有一個小吃烤雞 在看烤雞 所以我們要吃烤雞 這家冰超好吃 它的剉冰就是自己調料然後呢裝滿一碗 它原本寄的好像是45塊吧然後就越來越貴 大概現在好像是50 對好像是50的樣子 我要喝超大杯的黑糖冬瓜露 我要一杯黑糖冬瓜露 700的正常的 這邊就是我今天的晚餐 黑糖冬瓜露跟烤雞 好熱 我們現在要走回去 這邊一個星期二熱太重了 這家雞蛋仔很好吃 但每次都要排隊有時候要排一個小時 不知道在夜市vlog有多尷尬嗎 我完全不會把相機拿起來 現在這裡沒什麼人 太可以這樣子錄 要不然真的太尷尬了 好其實我現在還是很奇怪 我第一次在這麼多人的地方錄了 好可愛 憲竇j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下雨天好多店都沒有開喔 希望花生捲冰淇淋有開 好吃的永和鹽酥雞還是有開 蛤不會吧 好像沒開耶 花生捲冰淇淋沒開 好吧那明天再來 木醋滷味很好吃 木醋滷味很好吃 它是乾的滷味 好吧沒開 最後走回去了 然後滷味 木醋滷味旁邊的 這個 的便當很好吃 應該說很便宜 就是它的那個便當就是便宜有很多料 然後老闆 總之就是人很好 但他們就常常就是因為很便宜所以都要排隊 嗯 好 今天 沒什麼東西 好吧 明天再來 拜拜 其實我剛剛在 還沒到夜市的時候還蠻緊張的 因為 我怕會有蟲 就是因為到了夏天下雨之後 夜市就是 那些蟲的集散地 會聚集很多 所以我夏天下雨之後 基本上 不太會去 夜市 因為會有一大堆的蟲 所以呢 旬家要來夜市的話 一定要挑晴朗的天氣 好 那今天就先這樣 拜拜 大家 這次同時推薦給我的 應該會很好吃 這次推薦給我 這次推薦給我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